第一次给你那么多的时候我说什么了吗 行 明白了 这个态度是第一是对钱的态度 看出了你对我的态度 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对你态度不好的呀 还有就是 就是有一次我刚下班回到家 挺累的 然后他给我打电话说店里边刚来货 然后需要我去帮忙去给他搬 然后我二话没说就直接跑到店里 然后去给他搬货 我刚一进门 他说哎 来了 把那些货还搬在仓库里跟以前一样 就一点都不含全我 也不关心我 我说工作一天了 你累不累呀 然后又从家赶过来 要不要歇会儿喝点水 然后再去干活 然后让我去搬东西 然后他再跟别的男的在那聊天 还聊得特别开心 表演出那种状态特别优雅 特别矜持 然后特别有女人味那种 就是他一开始 就是我特别喜欢他这样 但是后来他只对别人这样 对我根本不这样 那你也看到了吗 我又不是说跟他在那下聊 我是在谈工作上的事吧 顾客来店里买衣服 他是来送钱的 我肯定好态度对他嘛 聊天我忍了 那你为什么 根本不管我 你跟他出去吃饭 你把我撂在店里 你知道我当时特别生气 我都想把搬到仓库里的 货再给你搬 让你自己再搬回去 你知道吗 那你觉得 我是想跟他出去吃饭 我跟他出去吃饭 还不是因为生意上的事 我还要给他 陪着笑脸 说着好话 那你觉得我乐意啊 我还是不想着 有了他这些固定客户 然后以后更加多 对咱的服装店也好 对咱俩生活也好吗 可是你为什么就理解不了我呢 那个男的约他吃饭 他都痛快地答应了 就是我有时候约他吃饭 他都推辞我 说店里忙 然后而且就是 一开始跟我在一起 他根本不这样 跟我出去吃饭 都一心把精力放在我的身上 当时表现的也特别优雅 就是有时候吃饭 都是一小口一小口吃 都不敢大口吃 就生怕就影响 在我心中的形象 但后来他变成什么样 来到之后 吃着饭 一个电话接一个电话 然后看电影也是 有的时候饭吃到一半 接电话走了 把我自己撂倒了 而且我跟你说 就是他 哎呦 现在我都不好意思说 你知道吗 跟我在一起吃饭 就在外面吃饭 打嗝 放屁 叭的嘴 根本就 哎呀 不特别不注意自己的形象 就我都想坐着他旁边 跟别人一样 用异样的眼光去看他 我都不想说 我认识他 那你是我最亲的人 我在你面前 还有必要这么遮遮掩掩掩的吗 我觉得咱俩在一起 我就是以致面目 就是特别最真实的 自我面对你 这不是挺好的吗 我觉得完全没有问题啊 你难道就喜欢那种 带着一张面具 跟演生活电视剧那样 那你跟我再 你们是坐包厢吗 不是 不是坐包厢 那灵桌的人可倒霉了 你 他那么夸张 我根本哪有那么大事 而且我觉得 也就跟刚才老师说的 在包厢里 或者我俩在家 他怎么样 我也不会说他 就是有时候跟我出去逛街 你说现在哪有女生 出去不化妆的呀 他出去不仅不化妆 有时候都不洗头 你知道吗 我长得有那么丑吗 素颜见不了人啊 哎呀大街上 头痒了 他上去就挠挠挠挠挠 挠完了 头皮线就抠扣 完了就往开弹 哎呀 这种行为 别人看得特别不舒服 那你说这种小事 这很随意的 那痒上了就像挠一挠 那你难道你没有的时候吗 我觉得你怎么老是把 就一把那小事来扩大化 来扯到啊 你觉得我不在乎你那种 那次我领他出去跟我朋友吃饭 然后我朋友就调侃我 说哎 你带的不是上次那女的呀 我当时就挺生气的 我都开始我一段新的感情了 我带我新的对象来 跟你们见面吃饭 你们就这么说 让他怎么想呀 然后我觉得他还会特别不高兴 然后扯开别的话题 就是帮我圆这个场 然后他什么行为 你们根本想象不到 他嘻嘻哈哈地 坐到我朋友旁边 去八卦我的前女友 问我的之前的感情怎么样 好不在乎我的感受 他这种行为我觉得让我朋友就认为 我对他就是特别无所谓 我朋友都感觉他特别不在乎我 让我也特别没面子 我特别生气 跟你朋友出去吃饭呢 因为那一件事提出来 我难道当时就跟你斤斤记啊 我大大方方处理这件事 不像你朋友觉得 就是你找了一个特别名势里的人吗 你脸上面子不更多吗 你怎么老是觉得 我不在乎你的那样 可是我心里其实在乎你啊 你为啥就感觉不到呢